譬如有些新的院具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盡量把小兒科、胸腔科、感染科、耳鼻歐科 設在比較同一個單位 讓他們不要 譬如你把耳鼻歐科設在婦產科旁邊 真的是叫搞死婦產科的病人 因為婦產科其實一定是比較健康的 而且萬一是孕婦 所以以後看病稍微到處注意一下 我看高血藥旁邊是什麼科 隔壁是胸腔科就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有發燒的病人 醫院一定要主動提供口罩 其實這個發燒影響到很多很多思維 譬如政府希望把發燒的病人放在一個角落 讓他們去看病 你們覺得政府一直要求我們 也拜託我們所有醫院的院長妥協說要配合他 你們覺得可能嗎 其實很困難 因為很多病人在外面吹一下風來到醫院沒有發燒 在等到一個小時以後就開始發燒了 如果我答應政府說把發燒的病人放在一起 那我們不是這樣子就違反規定嗎 違反規定常常會被處分的 可能在座不知道 我們醫療界 政府對醫療的管控是很嚴格很嚴格 稍微一點點 譬如我們一個肺結核 一定要通報 萬一不通報 我們要被抓去報告說你為什麼沒通報 沒通報要給你做什麼處分 其實所以變成說醫界 有時候我們在照顧病人的時候 有時候還蠻緊張的 我們最怕重症 我們主要是看一下這個 因為這個也影響到我們 你們有沒有聽到打疫苗死掉的病人 多不多 多還是不多 那你你回來再想這個觀念 就是說在流感劑 全世界有50萬的人會死亡 大概會有500萬的案件 就是其實死人死的 感冒死的蠻多的 那以前死了 以前沒有死人嗎 其實以前科學不進步 死了就死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死 反正就是死了嘛 對 在鄉下地方死了就死了嘛 那現在科學越來越進步 現在真的是資訊系統的發達 對我們 那它主要是在冷的地方 可是這裡也受熱的 有時候不定行 其實還是在天氣比較冷 那要我們常常在鼓勵民眾在打疫苗的時候 是有時候民眾 不知道 其實這邊是更可怕 死亡的人更多 那這些都是 沒有好好接種疫苗的年代 那未來這些數字 會不會改變 我們相信一定會改變 A B C 有三型 哪一型比較可怕 來誰舉手看一下 什麼型 A型 這裡的水準很高 怎麼辦 書而已啦 我去訂的很便宜的書 其實現在等一下 怎麼說都是在A型 如果你們萬一到醫院篩檢 他說馬先生恭喜你 你得到B型 開玩笑啦 要緊張嗎 要緊張 對緊張是對的 可是A型跟B型 A型是比較嚴重一點點 B型是比較輕的 萬一告訴你A型 你就更小心一點吧 告訴B型也要小心 C型是很少的 這個就是說 看到有人的就是會傳給人 看到豬的就會傳給豬 看到這個是 鳥類 我們分類這裡分15個 這個分9個 就是這樣子組來組去 可能大家看一下 昨天有個新聞 有花年玉里有發生一個什麼新聞 大家知道嗎 壓 壓 這裡還給不出來 它是H5 N6 昨天的新聞看起來也是還蠻 就是花年玉里有3000多隻鴨子病死了 就要送去屠宅 後來政府就攔起來說不行 然後就去驗 2月5號的時候的事情 驗出來說是 變形H5 N6這樣子 這裡還看不到 那看不到就是 它是在鳥裡面的流感 不是人的流感 那這裡如果你們看得到的數字 萬一出來的話 這個就是說 它有可能會傳染給人 那最比較有名是H5N1 大家都聽過了嘛 那這些名字其實它 我們看一下 最常見的就是H1N1 H3N2 那B B 它沒有分型 所以大家只聽到說 你是B流感 沒有說你H1N1 沒有再講這些 那這些都是大家在看新聞的時候 可能注意一下 那這個是說它怎麼命名 A就是A流感 是台灣第一隻 在1968年 所以有時候 台灣萬一它有流感發生 在全世界會有個名字給它 很光彩的事情吧 香港也有 那這些都是 它的標準的命名是這樣子 可是請問 你知道我們醫生在看病的時候 知道它是H1N1還是H3N2知道嗎 不知道 要化驗才知道 要化驗才知道 其實我們醫生在看病的時候也不知道 怎麼樣才知道 看新聞才知道 還是我今天來跟各位報告 去找資料 一直找一直找 我才搞清楚今年在流行什麼 其實我們只知道 今年好像還滿太平的 可是為什麼那麼太平 大家知道嗎 其實醫生不知道 都說老天爺 其實 這個開玩笑 等一下講完以後 就發覺 其實我們很多努力 是醫界的努力 我們有時候 活在 身在福中不知福 這個是說好我們檢查可以用PCR還是抗原 目前這個紅字 其實是一般我們基本上在醫院常常做的 從鼻子還是從口腔去連液 然後送去做檢查 大家有沒有常常說請你等一個小時 這句話 有齁 那等一個小時出來就是知道你是A流感 B流感還是不是這樣子 當然有時候不是不表示真的不是嘛 那剛剛也跳了太快 有發燒的感冒請大家還是注意一下 有發燒的感冒 其實流感 尤其腰痠背痛的很厲害 燒一兩天都不痛的 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從做檢體送去檢驗科 那大概一般是 那其實我們對這個流感 醫院也開了好多次會 並不是大家想像中 醫院好像什麼都不做 其實我們第一個就想到說 譬如我們看病的時候 你們這樣子聽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譬如我在永和看病就說 你是哪裡人 他說我永和的 家住哪裡 隔兩條街 那我們就會說 不然這樣子好不好 你留個電話 報告出來 我們打電話通知你 你不用在這裡辛苦的等 可是萬一如果說你是流A流B 你要不要請家屬過來領 抗病毒的藥 這樣子病人很多都蠻能接受的 因為我們希望說發燒的病人 趕快就回到家裡 不要再給 那醫院會不會增加很多麻煩 其實蠻多麻煩的 譬如我們手機要為了怕漏掉 有時候病人 一個早上看下來 可能有五個篩檢搞不清楚 那我們就跟護理同樣搭配 我們的手機也是 如果是陽性的 手機一定會響 我們就馬上說 馬圈圈 他是趕快打電話 跟他聯絡 請他過來 那 那有些說 我住台北市的 那住台北市 我們就說 不然你就戴口罩 去戴口罩 找個地方 還是去散步一下 其實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他就是在發燒的時候 是高傳染的 可是我們真的不希望他就在診間那邊 跟一些病人混在一起 真的很不好 那其實有時候這樣子 有時候有一些比較麻煩的服務 其實是為病人的安全 那這塊都還蠻好玩的 因為醫療其實蠻特別的 不過這裡有講 他的敏感度跟專醫就比較差 一般大概70%會抓得出來 有30%可能會漏掉 那這塊 這塊 這塊怎麼辦 我怎麼講 如果我沒錢 我怎麼辦 如果有點錢 我怎麼辦 如果我很有錢 要怎麼辦 這個也是我們醫生的秘密 我們那些壞醫生就會吃藥 他說我自費 我買藥吃 那這樣子對不對 其實為了保護他自己是對的 當然可能我們怕是 如果藥亂用會產生抗藥性 對社會是不對的 其實有些人就會說 醫生 沒關係吧 我就自己花錢 因為不管是感冒還是流感 他都是病毒嘛 其實用這些藥都是有用的 並不是沒用的 可是現在我們都是迷在說 要不要用公費疫苗 因為那個一千塊 有些人就覺得 能用公費就用公費 不用公費就靠自己抵抗力也好 那有時候有一些醫生就說 好啦一千塊我花我就吃了 所以在處理上 其實很多我們是受困於那個 那個給付的問題 那這個也是就是心形流感 心形流感 那心形流感 這個是目前我們最怕的 可能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 那什麼叫心形流感 其實有時候 大家到現在知道是什麼感嗎 有沒有分出是什麼形啊怎麼樣 其實 那時候 SARS那年代 我們很多醫生的觀念 其實SARS那時候好多醫生都說 是 我不要做好了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敵人在哪裡 什麼時候死在沙場都不知道 譬如我們那時候有一個病人要插管 我的助援醫師躲得比誰都遠 不肯去插 那我去插 你們覺得我去插好嗎 為什麼不好 他都怕被感染我們能怎麼樣 其實你們要相信 技術是越年輕越好 我們老的只有經驗 技術 其實我們應該比較少在值班 我們會差 可是技術真的 有一次好久沒有抽了 我覺得以前都很厲害 我說我去抽一個雪中氧氣濃度 抽完以後冒煙耶 怎麼抽不到呢 抽不到一次我就已經覺得好可怕 後來才慢慢知道 年輕醫生他的技術真的比我們好太多 還太多 可是他們怕死 我們老了就不怕死 就說沒完來好了 結果怎麼樣 武裝全部都 然後那病人又不是昏迷的病人是活的 活性式的 最後結果我也輸掉出來了 那我們最怕是心情流感 心情流感現在其實是一些變形 我們的基因突變 可能大家還是聽不懂我用下面的例子 就是說 情流感就是從鳥內來的 它不一定會傳給人 其實都是在家禽裡面 可是有時候就怕說 這個傳給豬 我們又傳給豬 後來這裡 這個就是說 它中間有一點點變形了 哇 變形這個就麻煩了 這個變形就傳到我們人裡面 所以大家了解政府為什麼看到 有這個的時候 馬上把所有鳥啊 鴨啊 鷲啊 馬上就把它屠宰掉 就是為了賭這條線 這條線賭下去 所以昨天的新聞 玉里的新聞可能大家沒注意看 他說把3700多隻鴨子送去怎麼樣 怎麼處理以後 他還照顧那群鴨子的工作人員 要監控他們有沒有發燒 如果裡面有人發燒 哇 那就大事情 那一般來講 應該還好 應該還好 那這個就是說 裡面這個傳給他 他人也傳給他兩個蟲組 組成這個新的 然後本來以為是不會傳給人 可是傳給人了 那這個基因有一些是一點點 有一些是 那這個就是說 它是一個小轉變 一點點的基因改變 那這個基因改變一點點 還好 它就不是那麼毒 可是這個就影響到 因為其實同樣是A流感 它同樣的基因有一點點改變 所以我們發覺每年流感會出現 這句話聽得懂嗎 其實譬如我們小時候打了什麼 小兒麻痺 打了什麼東西好像是終生免疫的 為什麼流感不是終生免疫 為什麼每年要打一次 其實流感 它每年都會有個基因的特別 所以每年的流感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個就是病毒的可怕在這裡 那這個還不可怕 最怕是它是裡面一段改變 如果這一段改變就麻煩了 它就會變成世界性的大流行 那這個就是我們常講說 每天都過得很幸福 幸福 其實對我們醫界 每年冬天我們都有點怕怕的 我們最怕耳鼻歐科醫生跟胸腔科醫生很忙 去年耳鼻歐科跟胸腔科門診忙得一塌糊塗 今年都可以在聊天 可以聊天就是好事 那晴流感大家就是知道說 其實晴流感一般還是發生在A型 它有高致病的 有低致病的 那這個最有名就是H5N1 其實大家常常聽到H5N1 H5N1 這個是很有名的 那為什麼它有名呢 它就是會侵犯我們人 所以讓它好討厭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你看從你看香港剛開始一直都很多了 香港為什麼流感很多在香港會發生 對香港是一個不是居住很好的地方 原真的是沿山沿海到處都是人 然後尤其廣東人又喜歡亂吃東西 什麼鳥都吃 什麼禽類 什麼都願意吃 有時候講起來真的好可怕 那這個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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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再看一下 它的其實可怕是晴流感得到 它死亡率是蠻高的 那我們看一下印尼、越南、埃及、台灣 好像沒有在這個名單裡面 大陸 那就是知道 不過當然我們看一下數字 它數字是六百多例那麼多年 所以晴流感對我們的影響是有 可是不是想像中那麼可怕 可是晴流感 對不起 晴流感才是我們最可怕的敵人 所以每次我們說 什麼鳥飛來我們這裡 我們看到好高興好興奮 一屆的人看完以後都好怕 它不知道帶了什麼病毒來到我們台灣 等一下又飛走 好像我們過年 從北部去南部 就把病毒傳到南部去 然後從南部回來台北 又把南部的病毒傳來台北 其實有時候常常過年才是高峰期 去年講真的 過年前我都笑得好開心 病人都好少 去年過完年以後 好可怕 真的很可怕 那這個是大家看新聞 看到OH5N2 好可怕 可是大概聽完以後不用太怕 它其實我們現在都還是在 雞壓壓裡面流行 它沒有侵犯到我們人類 可是這個要很小心 那這個2015年有H5N3 現在H5N6 其實一直都在困擾我們 來這張看一下 這張就是我一直在講的 你看 這個是去年發病的 第一週、第四週、第七週、第十週 你看整個跟今年有沒有不一樣 發生重症的 今年很少咧 然後再看一下顏色好了 這個黃黃的是什麼? H1N1 這個紅紅的是什麼? H3N2 所以我們知道 去年是H1N1流行 去年的H1N1 好毒喔 好厲害 可能你們不知道有多毒 其實那個ECMO 那個艾先生 我們以前 我們最多就是用一台 去年用到四台 四台 其實醫院一般只有兩台 不可能有四台 我們還到處去借 跟人家說拜託有沒有艾先生借我們 真的是用到 可是去年也還不錯 雖然用了ECMO 用了很重的裝備 每個病人大概都救得回來 這個是我們比較高興的一個事情 今年其實是流行H3N2 也是差很多 大家看一下B流感在這裡 B流感重症少 真的是少 那今年大家看一下 其實今年大家注意一下新聞 今年有兩個流行 一個是H7N9 總共有全球有800多例 然後我們大陸有46例 可是死亡率也是還是蠻高的 所以這些奇奇怪怪的流感 還是要小心就是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年統計出來 這個是說我們今年是H3N2 還有B型是這個菌種 那最讓人家高興是 我們今年的疫苗株 跟流行的是Bingo 大家聽得懂嗎 我們今年打的疫苗 剛剛好就是對付這次流感的 所以我們今年的疫苗 為什麼覺得好有效 好有效 那當然政府官版怎麼講 你們知道嗎 今年我們擴大 今年擴大打 大家知道嗎 擴大有多大多大 CDC的署長每個禮拜說馬院長 你們打得太少了 我們說七十幾%都打了 還太少 再加油 今年 國家體育隊打疫苗 真的是很認真 所以官版是說 我們 今年打得很成功 那在公共衛生裡面發覺是Bingo 就是我們打的疫苗跟那個 剛剛對得上 所以我們今年真的很幸福的一年 其實預防真的很重要 疫苗就是預防 那裡面 當然我們在這裡有看到嗎 要洗手 其實有時候想一想 我們中文的老祖宗真的很聰明 我們有用握手做見面禮嗎 我們過年都是說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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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誰都是恭喜恭喜 我們真的沒有用手去跟人家接觸碰觸 那 所以現在在政府 他們發覺握手還是接觸是傳染的一個最重要 最重要 所以醫院裡面你們看到到處都擺了酒精 真的是到處擺 摸病人以前要用酒精消毒還是洗手 當然洗手是最好 洗手要用水還是最好 可是不可能到處有水龍頭 就用酒精 摸病人以前要 摸完病人要 反正就是一直我們就 其實你們也可憐一下我們醫生 我們在看門診 還好我做行政值比較多 如果你看50個病人給他碰一下 就要洗一次手 碰一下就是要用酒精來洗 其實我們說如果這樣子手都爛掉 不知道用什麼保養了 那現在好厲害 酒精好像說我們的同仁 護理同仁比較知道 他說院長你要買這個 這個不只有消毒還有保養的功用 我說真的嗎 他說對啦 你買這個就對了 那就比較貴嘛 來藥物 那我們來講疫苗好了 那疫苗其實大家也不用那麼擔心 真的疫苗出狀況不是那麼多 那可是不打疫苗 那個危險性真的更高更高 那他是一個 就是他的病毒是一個死的病毒 所以他不可能會對我們身體造成什麼不好的 那這個就是說 為什麼疫苗有時候會供估 這個很難的誰知道 為什麼會供估 因為流行不同 A型或者B型 如果是流行A型 你把B型都不對 差不多這樣子 我來 因為我只知道 為什麼會供估 可是後來 最近我來上課 我就好努力去找了一些資料 才終於 我自己才真的比較懂 那我們的疫苗其實 他是世界衛生組織 每年2月的時候就坐在那邊說 就是今年年底會流行什麼株 他們就做了一個討論 那原則上很簡單選 大概是選H1N1跟H3N2 還有一個B型的 這些三種來組成的疫苗 可是他是用公共衛生去算算算算說 大概是接種型跟接種型跟接種型 然後2月就決定了 那決定我們台灣能不能舉手反對 不可以 全世界都是統一的疫苗 你們知道 我看看我的換燈片有沒有 那一般接種就是大概兩個禮拜就會產生抗體 這個大概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最怕好怕好怕 有些病人說 我明天要去韓國 假設韓國又在大流行 所以我趕快來打疫苗 那我們就說 那打完也不見得會 抗體還沒有產生 那這個也是打疫苗裡面 孕婦能不能打 其實這樣說孕婦可以打 而且孕婦打完以後 醫學上統計是沒有問題 婦產科醫生也說可以打 孕婦打有什麼好處 六個月以內的小朋友 他不能打疫苗 所以他打完以後 他會產生抗體 然後傳給小朋友 所以他其實間接 會對出生的小寶寶 會產生一個抵抗力 那這個也是 我這次找到很多資料說 真的可以打 那這張不是我的資料 是CDC 是我們政府公版的資料 政府裡面就有講到這一張 有些人說打完流感會不會不舒服 其實這裡看一下 它最多是在皮膚上的紅、腫、癢、痛 那很少有什麼問題 那早期也是說拜託 我們給民眾休息30分鐘 在座有休息30分鐘才走的嗎 真的有 我們剛開始第一次早期打的時候有 後來都根本打完都沒事 所以我們也沒有講這句話 不過照理SOP是要請你們休息30分鐘 可是真的還滿安全的 那裡面有一句就是說 如果48小時後會發燒 那就拜託一定要看醫生 應該是跟疫苗沒關係 可能有別的問題產生 那這裡就是說 大家應該看新聞都知道 可是大家 懂為什麼政府有時候60歲就可以打 為什麼有時候50歲就可以打 知道嗎 疫苗太多 這個是很好的答案 因為我們有時候醫界也不知道 突然說 誰都可以打 因為有時候打疫苗 請問你們早期台灣有自己生產疫苗嗎 有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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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國光產疫苗 其實 但有一些我不是專家 我們只是從歷史裡面 其實早期我們是 自己沒有生產疫苗 就很可憐喔 就要跟日本說 你有沒有 他就說 我們今年產 支數 我不是很清楚 假設 我們今年產了一千萬支 我們有春 有五百萬支 一千萬 我們有 一百萬支好了 我們有春 我們賣給你好不好 我們就把它買回來 那有一年可能 日本說 我們只有十萬支 我們就買十萬支 其實早期很可憐的 我們是看了人家國外 後來政府 沒辦法就 國光疫苗出來了嘛 國光疫苗出來的時候 政府一直在訪問他說 國光疫苗很棒 國光疫苗棒棒棒 棒到不行這樣子 你們相信嗎 其實疫苗 一定要符合全世界的標準 它很嚴格的 可是國光疫苗那時候 技術成熟不成熟 我不敢講 可是它所有設備 一定是最棒最棒最棒的 那 其實打了那麼多年 你們知道你們打什麼疫苗嗎 蛤 尤其病很厲害喔 我是打國光的還是打進口的 會常常逼問我們喔 那政府的想法是說 我第一批來是進口的 你就 譬如第一批來打葛蘭素 是進口的 你就打葛蘭素 第二批是國光 你就 抱歉 你就 得到